國民黨團也為此召開的記者會痛批了 立法院的預算 民進黨都是假期動員在強行通過的 但是蔡政府只會用話術來騙百姓 已經增加債務一兆四千億 結果他只承認四千三百五十億 這一般民眾可能會相信喔 但是對不起 坐在這裡三位都有財政的專業 來我們來看看 他為什麼會這樣騙話術騙術 這個是剛剛會委員提到 有五個特別預算 但是分年編類的話 變成十三項的特別預算 總金額兩兆四千九百六十六億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蔡政府只承認四千三百五十億喔 不但債留祖孫 還把債務留給夏日園正 你敢花錢 你敢編特別預算 但是切不敢承認 債留祖孫 就開綠燈 相關建設經費 並不應該給 應該給 但你的錢 有沒有花在刀口上 還是民進黨的縣市長 要求了 你就不斷的 給他增加 增加 再增加 相關的預算 而這裡面的人謀不張 到現在為止 大家 看到相關的真相了嗎 國民黨在立法院組裝 部分的經費 應該節省 甚至於浪費的 應該刪除的時候 請問民進黨做了什麼 民進黨只是做了 全員出席 甲級動員 一起舉手 把相關的預算經費通過 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造勢活動 一場空姐 應援團的表演 現場找來的 都為穿空姐制服 在這個 緊身載裙的女性 來熱舞 被轟說這是 霧化女性 而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連路轟說 這是極體性騷擾 要柯文哲公開道歉 不過呢 柯文哲近辦的 發言人也強調說 只有尊重 沒有任何 霧化女性的意思 一切呢 是涉及選舉的活動 都必須要小心免得被擴大延伸 其實空服員的工作 本身並不是要賣弄性感 可是社會上大眾很多 卻把這個 在複製表現空服員的時候 都把它塑造成一個性感的形象 對空服員來說 其實很大的痛苦 那尤其我們看到 民眾黨這個 活動宣稱是要撕出 仇女的標籤 但卻在上面做出這種 明確性別歧視的表演節目 所以讓非常多空服員 是非常的不愉快 所以我們工會才會做出一個立場跟表態 我們認為柯文哲作為政治人物 他的高度應該要出來道歉 的確現在涉及到政治 涉及到選舉 我們發現到柯文哲 洞見觀瞻 而且是洞哲得救 他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很容易會被貼上標籤 任何他出席的場合 相關的主辦單位 甚至呢 也會 好像 從背後被射箭的感覺 就是各種的批評指教 那當然也都隨之而來 不過我們盡量還是希望能夠把自己做好 剛剛您問到的這一點就是說 如果呢 在這個舞台上頭 如果說穿的衣服 是穿日本的衣服 或者是韓國的衣服 可能也會引發另外一波討論 甚至也會被指涉說 是不是對於 日本朋友不尊敬 或者是對韓國朋友不尊敬 也就是說有很多擴大的延伸 在選舉期間的確是 會增加非常多的紛擾 那麼為了避免這樣子的爭議 我們也特別提醒了 不管是黨部啊 或者是後援會的朋友們 當然我們非常感謝大家 幫我們舉辦活動的好意 但是呢 也要小心保護自己 因為現在真的很容易被人家見縫插針 甚至是過度的隱身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要請立委參選人團結便當會 第一場呢 因為颱風 沿到了今天7號的中午 而前台北市議員 羅志強也到了現場 而日前呢 指控被侯進辦 某高層買網軍攻擊 羅志強說身為國民黨 提名的參選人最大的希望 就是在侯友宜的領導之下 完成政黨輪替的任務 那至於我的父母親遭到網軍攻擊這件事情 那我已經在整理準備要提告 來一個 告一個 只要是乳籍我的父母 那麼一個都不會放過 那剩下的 就交給司法來釐清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我的確認 我會不會太適合 我會不會太適合 有個憤力 我會不會太適合 從事實中 我會不會太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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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太適合